詞曲 李宗盛 蟹大军出没 北海岸艺术季 这样寻宝好有趣 北海岸一带想来宁静 最近却悄悄有了变化 在新北市政府的征舰下 26位国内外艺术家创造出20件作品 创作空间横跨淡水 八里 三芝 石门 金山 万里 即日起至10月30日都能欣赏得到 看到三点谢就知道来到哪里了吧 艺术家的雕塑作品结合当地渔民的彩绘 展现了万里在地人文意涵 也有像这样结合原有沙岸 及旧铁桥的漂流木作品 阳光透过漂流木细缝透下 形成了景象好像万花筒 艺术有时也是需要发挥想象力的 地用水带的光影折射 及一旁杀珠湾的海浪起伏 传递人生的变化莫测 不只海岸线 池门山林梯田间也有令人惊艳的作品 竹子组成象征河流串流在山里 当风吹响竹子 引领观赏者进入与自然之间的对话 也有设置在校园中 跟小朋友共同创作的作品 来到热闹的淡水 艺术作品则化身书屋与人们互动 陆路淡水河口的宝特瓶球 是一个个瓶中性 里头书学着当地民众对淡水的记忆 空前时不妨沿着北海岸寻报 看看您能收集几个作品 动新闻北海岸报导 OK 回来第二节小哥话的这个 我是四海 我是四海 四海 刚才那条片子很棒 天又清 景又漂亮 没错 刚才我在咪后面跟风仔说 去台湾最好就是这个十月 一直打厚到十一月 这个十月真的很棒 第一 温度适宜 凉爽 干干地 没什么雨 还有天很蓝的 天天真是很正 淡淡淡淡的 天很容易 一会儿我们会讲的 有些什么特色 我们看看有个地方 社会在这里一定给我们介绍 香港有些渔人码头 台湾其实都有的 大家只知道有淡水 其实有个地方叫富基渔港 大家不用怕 搭捷云搭去淡水 你再转公巴 你向金山的方向 一定经过富基渔港 那里 社会正中正中跟你说 绝对可以玩到一天 怎样玩呢 先看看两条片 五十年来 从一个小小的渔港 改建成现在具有观光休闲的功能 结合北海岸风景区 非常适合旅游跟品尝美食 富基渔港海产 从前就以恶美价名闻名 现在西北市重新整顿 成为观光休闲渔市 过去老旧的铁皮屋 整个改头换面 变成多功能的销售中心 从远远的地方 往富基渔港看过去 这里大大小小的屋顶 全戴上了墨西哥帽 这可是经过国际建筑师 彼图之后 才决定由西班牙的设计师来设计 独具一格的墨西哥帽 变成了富基渔港外观的一大特色 想要吃海鲜 来富基渔港就对了 这个渔市场分为生鲜和熟食两区 右边的A区 专卖生鲜鱼货和加工海产 总共有42个摊位 左边的B区是商店街 有代客料理的餐厅 也有特色料理的餐厅 总共有11家 你可以在A区一摊一摊地逛 直接把新鲜的海产买回家 也可以买好爱吃的新鲜海产 走到B区 找一家喜欢的餐厅 请店家料理 马上就能品尝现了海产的鲜美 来买的人多 就代表商品流动得快 东西新鲜 而且价钱公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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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季节 9月 有什么蟹 当地最专门 你一定要去那里吃蟹 给大家看 第一张照片 不是这张 对了 你三种蟹 大家耳熟人常 花蟹 第二张是三点蟹 第三张是石蟹 好 第二张照片 最主要是三点蟹 不小的 也很大 稍后我解释给你听 什么蟹好些 第二张 下一张 这些花蟹 大家看到了 这些花蟹和香港的花蟹不同 香港的花蟹有很多 这些全是野生的 海的 一定很鲜甜的 下一张 这个特色是石蟹 再下一张 富基鱼港的石蟹便便宜 石蟹有什么好吃 一会儿说 我真的没见过 石蟹有的 但那里有很多 下一张 石蟹怎么做呢 放汤 落味增汤 第二个食法 大家很熟悉 这些潮式食法 石蟹豪仔汤 好 好 好 你去到台湾 你买这些海鲜 你听到石蟹哥说 喂 听到这个节目 要介绍 石蟹哥这样好介绍 那那些蟹大概多少钱 最贵始终是花蟹 花蟹 你到港币 一斤百多元 不用二百元港币 这个价钱 最便宜的就是石蟹 一百多元台币 已经有一斤了 好多 一百多元台币 203元 新鲜蟹 不是死蟹 石蟹有点不好 鱼硬 但是钢是很好吃 鲜甜的 所以小的石蟹 你不要用口咬 你罵我 你应该夹上去放粥 放汤 要一口味就可以了 那三点蟹呢 就怎样呢 三点蟹呢 你一定要湯干净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的艇家熟 艇家的三点蟹 就专吃鸡鱼的 就不要吃那么多 比较上热毒的东西多些 那花蟹呢 正如我刚才所说 真是便宜 而且健碩 抵食 你知道现在香港花蟹多贵 还有人养 这些是完全野生的海产 但是你花蟹呢 你几种吃法 台湾的吃法就是 花雕蛋白蒸蟹 他们是这样吃的 我就觉得我喜欢吃 潮州的冬蟹 有没有就行 你要跟我去厨房自己说 很容易做的 一下子插死了 花蟹 雪死了 但是很久了 就插死了 用筷子的一夜 一夜堆死了 如果不然 你一蒸它就会痛 脱掉了脚 然后蒸熟了 就一下子就预备冰水 一下子就放下去浸 浸它十分钟的话 拿上去浪干水 就这样吃 怎样吃了 就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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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非常新� 除了这样子 还有乳卖的 什么乳都有 都有海鱼 有石斑 有油锥 有些鲨鱼 还有我经常说那些三刀 野生三刀 在台湾都不会吃的 但是 你一定要带一块姜 带一块葱 你进去厨房教它怎么蒸鱼 要不然你自己怒气 整个汤水这样做出来 给你看 他们不用用姜葱 他们不用用姜葱 不懂得蒸鱼 而且他们不用陈皮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带这些东西 而且你进厨房教它怎么做 油料费不用担心 非常便宜 石斑哥在这里郑重推介 九月十月 你们去台湾 一定要来一来 这个北海岸吃这个蟹 因为它是当做 而且这些东西很便宜 最划算是什么呢 拍卖 即是一男 十只蟹 底价一千元 一千元台湾 十只 一只 一只 也有五六两重 大哥 你计算到数 然后大家围在一起 一千元抵价 一百二千一 一千二 一千三 有时候收到没有人叫价 真的没有人 收到鸡 收到鸡 一千元买五六只蟹 大哥 你香港买给我看 而且这些蟹 油水新鲜 鱼也是 你计算到数 是值得的 很多人说 石斑哥好就好了 你看到有干货的东西 除了你卖鱼之外 你还可以有些辣椒小鱼 鱼肝和一些海产类的製品 什么昆布 海草 石花栋 即是海棗 其实是一个干货区的油 我经常说 香港就学不到这些 是啊 而且墨西哥帽 它根本是很疏风的 热力向上升 它就跑了 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 很良爽 而且油料费 你不用担心 在台湾很便宜的 所以在台湾 你其实玩 你只要玩那里 很多人说 我不吃海鲜 那去湖基鱼港便不过瘾 不是的 整个鱼港 我刚才说 你除了去玩鱼港 你就不要只是去鱼港 鱼港我建议 你玩这几度 你慢慢去看 看理由 你自己去规划一下 那有些什么玩呢 看片 鱼港 波基鱼港 往北走 来到台湾最北端的 富贵角灯塔 它原本叫做富奇角灯塔 西元1897年 日治时代完工 它身八角形 有14公尺高 原本是铁灶的 1962年改为混零土 秋天和冬天常会出现浓雾 塔内还设置了雾笛 沿着木战道一片地益盎然 灯高望远 除了欣赏海岸风光 还可以看到台湾最北端的珍贵土地 这是北台湾海岸最重要的地标 看附近鱼港 同样位在北海岸石门区的老梅石草 是全台唯一的特殊景观 绿石草海岸美不生收 有如北台湾天然的生态教室 在地理上称作潮沟或是海石沟 这些排列整齐的石草 是大屯火山爆发之后 遗留在海岸边的火山椒岩 经过海浪长时间冲刷 直立松软的部分被侵蚀掉了 特殊的石草景观 在冬天东北季风盛行的时候 浪花滋润了石草的表面 开始滋生石醇 裂片石醇 和点尸法的绿色海藻 等到4月东北季风减弱 石草就涨满了绿色海藻 形成令人惊叹不已的 绿石草海岸景观 好 好了 富贵国灯塔没有办法不介绍 全台湾有四个 最南最北 最北就是富贵国 最南就是俄联比 还有一个很出名的灯塔 这个灯塔是日治时期起落的 就是去渡航 引船进基隆港去拍案的 所以很有历史意义 还有富贵国灯塔 走过去沿着海边走 那风景很漂亮的 刚才片尾介绍的老梅石草 老梅石草 石草哥介绍的东西 你一定要拖着女朋友去 拍一些照片出来 就拍一拍声 就爱你一生一世的 拍这条片的时候 因为它撞不合季节 老梅石草如果撞不合季节 应该叫春末的时候 下初的时候 刚刚海祖 东北风过了 就开始换天气的时候 因为拍这条片的时候 不合季节 老梅石草的照片是怎样的 是怎样好看呢 给一张照片你看看 这样的 真不真 哇大哥 你好像一个绿色箭 有些海浪拍起来 你说击个女孩头上 你说真的 你说是不是很正 好第二张 那这样 哇真的 所以老梅石草 如果撞不合季节 撞不合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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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 就是跟人家撞 捉蟹仔 捉八爪鱼仔 这是两回事 是的 可以看到 回来坐 老梅石草这个地方 我真是很诚意 推介给大家 因为全台湾 只有这个地方有 而且很独特 有一些好像 刚才影片有介绍 一些绿色的海藻类 和绿犬 这种植物 是当地有的 而且刚刚 那些火山形成的那种 沟槽 看起来很特别 很特别 很特别 这个地方是很少见的 我也很诚意推介给大家 这个地方如果去台湾 我真是很推荐你 玩一下水拍一下照 哭不哭 生下心都不错 真的没得顶 看完这个老梅石草 人们说我又怕水 有什么地方可以介绍呢 放心 远过北岸岸 这条沟岸线 就可以玩足整天 一定会闷死你 不会闷死你 好 又看看影片有什么玩 有没有看过风筝跳舞的模样 还会蛇形画八字 互相追逐嬉戏绕圈圈 这是位在附近鱼港 东南侧的石门风筝公园 活灵活现的风筝花式表演 让人大开眼界 从2000年开始 每年的9月10月 石门的风筝公园 会举办国际风筝节 聚集国内外风筝好手 一较高下 未来的天空 布满了各式各样色彩缤纷 充满异国风情的风筝 来到这里可以一饱眼福 欣赏高手放飞 揍风筝的技巧 有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的特企风筝 和巨大的造型风筝 这也是全台第一座风筝公园 占地六公顷 堪称东南亚最符合风筝 暴飞和国际竞赛的场地 每年石门风筝节的活动 把石门打造成风筝的故乡 吸引来自各地 成千上万的游客 大家把儿时的旧风筝拿出来玩 热闹了石门的天风 也拉近人与天空的距离 享受追风的乐趣 哇 是不是谋杀了很多飞丹呢 风筝 那些风筝各式其式 哇 刘雨昕上一个很漂亮 是很漂亮的 9月10日有风筝节 当地 世界好手 全世界放风筝很棒的 就不只是中国人 大陆翻东 圍坊很出名 还有大马的风筝是很漂亮的 大马印尼当地人玩风筝 很漂亮很漂亮 即是你这些风筝在五颜六色 在天空上面的 蓝色天空上面的距离 出去有凉爽 你拍照会很漂亮 很棒 即是香港的风筝好手 或是指摇高手 它们是没有指摇的 它们是风筝 它们是胶的 还有鱼丝风筝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 两条绳子扯住 好像战斗机 有声 香港少见一些 但还是有人玩的 有 但去台湾当地 这个石门的风筝公园 是非常值得去的 即是你在那里 即是你很上心乐事 你坐在那里 坐一两个钟 是不会觉得闷的 还有你说这些风筝好手 有风筝说 哎呀我小时候就好了 我小时候都是指摇高手 我们喜欢解妖 即是如果你有空 大家去 你去拿十个八个 马拉营 指摇 去找玻璃立线 自己在那里放 你放心一定起到妖 因为那里的风很大 我去过我知道 所以是很值得去玩 很值得去看 还有免费的就好了 这个就是重点 不用钱 不用钱 像老梅 富贵国 石门风筝公园 不用你钱 好像老人家 坐在那里看 欣赏别人的风筝 也不错 正所谓 这些风筝都是男生的活动 我来到拍拖友 我带着女朋友 他怕水 他不喜欢指摇 那么闷 男生喜欢 我喜欢拍照 放心 全台湾的女生拍照 说去台湾拍婚纱照 很出名 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出名 第一档 在台湾开发这个户外拍婚纱 就是石门 这个北海岸地方 有多漂亮 大家看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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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的景观 是夜辽阔 充满浪浪的气息 不但是拍摄海岸风景 绝佳的景点 其中累了 也可以斜斜角 停下来欣赏海浪拍时的景象 好 没有点你们 好像他去了外国 你带女朋友 你不用穿婚纱 你见到女朋友 见到人家穿婚纱 都 哎 心痕痕 不要说我说 加上现在的手机 拍照又方便又漂亮 是不是呢 你都拍不到这种美照 还可以披图 你就好事了 我说不要听 这些什么地方 你真是老虎 带女朋友 拖着她的手 还有很有教堂的感觉 拍出来很有地中海的感觉 加上当地 还有那个角度 就刚刚好 你下午去 光度就刚刚好 我告诉你 拍照是很漂亮的 加上拍到海 更漂亮 你不会拍照 拍照也是很漂亮的 我告诉你也不怕了 所以 这种地方 如果你带女朋友去 那你就去 去完这种地方 这样完没? 还没完 整个富击渔港 富贵角灯塔 老梅石草 风筝公园 薰沙广场 去完 我想去完这些地方 去吃富击渔港又可以 去完富击渔港 走到这种地方 然后走回淡水 有车回淡水 又可以 你又可以 跟女朋友去走走 全台湾的所谓的白沙湾 去台湾都有白沙湾的 跟香港不同 完了这一节 那我们就 Ending Part 2 好吗? 好 去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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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可以彻底放松沉淀 亲自同游 一起踏浪 飞沙堡 享受清凉的海水 北海的情緒讓人溜溜望返 泥膏玩得多 將泥膏和番茄以後 唯一有見過沒有? 韓國製造的香茄黏土 可以用黏土搓出不同可愛的造型 曬乾之後 就會立即變成日常洗手用的香茄 香茄黏土環保又好玩 又實用 還不雙手仔 小朋友一起發揮創意 製造你的香茄吧